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只说动画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女孩被圈养起来的故事 在大灾难过后,很多人说这里不再是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了 然而在一片空旷的地区,一圈巨大的围墙将一座小房子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 房子里住着一个书麻花辫的女孩 她周围的晾衣架、枕头、玩具熊、牙刷等物品都有自己的思想 然而作为主人公的小美却没有一句台词 每天早上,小美都会准时起床,刷牙洗脸吃早餐 有时会出门晒衣服或检查一下邮箱里是否有来信 在每个月固定的时间,一群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人都会来到这里 他们带来了生活的一切必需品,也会给小美做身体检查 看上去就是他们创造和维持了小美这样的生活 这群被称为调查团的人会对屋子里以及这附近的物品进行检查 如果有什么东西是从围墙外来的,就会被立刻摧毁或带走 可能小美就是这个被污染世界里的幸存者 一名邮递员模样的男孩也经常会来小美这里 有一天,她终于鼓足勇气把一封情书当面交给小美 成为她唯一的朋友 有时邮递员会在外部世界捡到一些东西拿给小美 这些东西也会说话,和小美家里的物品交换内外信息 但是所有的东西对外面的世界都会梦如生 仿佛那是一个不能谈的禁忌 的确,只要调查团一来,邮递员和外来物品都得尝起来 小美和邮递员一起玩耍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但很不幸,邮递员也被外面世界的病毒感染了 小美只能每天呆呆地望着远处,望着高高的围墙 后来有一天,一群气球飞过了围墙 看着这彩色的气球,想着儿时在父母的陪伴下坐着旋转木马的情景 是小美最幸福的回忆 随着警报声的响起,调查团赶来把气球全部扎破了 那还有一只漏网的红气球飞到小美家里 她告诉大家一个可怕的真相 小美这样的人是为了给外面那些残疾的人提供肢体和器官移植才被圈养起来的 因为她是某种辐射或疾病的少数幸存者之一 拥有珍贵的健全器官,而这个时候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游递员也得知了这一情况 她飞快跑到小美家里,打算带她逃出此地 然而在即将趴上围墙的时候,小美却主动选择了放弃 尽管她知道自己是器官移植供体,很快就要被肢解 可是这就是小美的选择 当然,肯定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样的价值观 不是所有人都能选择小美所选择的道路 我也认为,主动奉献是善良 强迫奉献则是罪恶 小美有权选择自己的人生 而她的选择就是为别人而活 墙外的人的确可恶 而小美也的确可怜和可敬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喜欢的宝贝请继续关注哟,拜拜